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9月13日下午4時 歡迎收看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先帶來香港消息 民陣前小習人陳浩門透過社交網站說 在獄中收到警方通知被家控前年9月15日港島遊行 明知而參與未經不准集結 2019年9月15日港島遊行,民陣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被警方拒絕 當時是民陣副召集人的陳浩門在Facebook呼籲 在銅鑼灣東角度集合再遊行到終點 最終大批市民去到港島,由軒尼斯出發 遊行去到金鐘政府總部一大 部分遊行人士和警方在政府總部失役對出一段干落度 爆發激烈衝突 陳浩門早前承認,前年10月1日 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被判監18個月 另外,因為同案正是服刑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 和副主席周恆彤避起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何俊仁發表聲明 持去支聯會 維權律師關注組 和華人民主書院鄧職務 並退出有關組織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東方日報》專訪 表明未來會作手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並期望下個立法會期內完成 強調會諮詢公眾 他認為要不時檢視現行法例 而完善選舉制度更有代表性和更民主 可以確保真誠效中香港人士進入管治架構 而紀律部隊在未來會使用更多中式步操 不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六月說 現屆政府只剩下一年時間 估計沒有能力一年內完成整個23條立法 不過就會盡量爭取時間做最多籌備工作 上星期率先宣誓 其中7個民主派區議員 被政府質疑宣誓的有效性全有疑問 要求提供額外資料 限期在香港時間下午5點戒滿 據了解其中多個區議員 已經向政府提交額外資料 不過無法預測政府何時公佈宣誓結果 在京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發表網誌 稅務局已經修訂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 及信託團體的稅務之南 如果任何團體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活動 稅局將不再認定它為慈善團體 並且會撤銷免稅資格 新造私即時生效 涵季新成立和現有的慈善團體 許正宇見記者時被問到有關指南有沒有包括612人道基金 他沒有直接回應 只是說今天發出的指引包括新申請和現有機構 至於基金有沒有和如何不利於國家安全 許正宇說上次在立法會已經解釋清楚 612人道基金過去有一些行為或動作可以說都影響大家 令人錯覺覺得違反法律的成本很低 和影響到不同發展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 修訂指南不涉及政策改動 因為本港一向對慈善團體的定義都非常嚴謹 必須與政治無關 也都意味不會涉及國家安全 又提到612人道基金或部分眾籌平台 原則上不可能成為自善機構 不過眾籌並不涉及賺取商業利潤 在現行稅制下無需繳稅 又說如果明知款項屬於犯罪得益仍然收取 就有機會干犯洗黑錢罪 因應議員關注並為劏房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戶提供更多保障 劏房逐租時的加租上限改為10% 被之前建議少5個百分點 全港有超過9萬多個劏房單位有21萬人居住 投票率首次低過50% 只有13萬7千多人投票 投票率是42.38% 比上屆低14.84個百分點 也都是1999年澳門主權移交中國以來最低 選管會解釋疫情和天氣影響投票意欲 選管會早前取消三組民主派的參選資格 即是沒有民主派可以參選 澳門行政長官凱一誠 星期日早早投票之後見記者 重申澳門不存在反對派或民主派 不認為未來議會因而減少對政府監督 白票和廢票佔3.8% 有廢票寫著垃圾選舉 也有選票被剔號蓋章拼湊成民主致養 也有一些選票被寫上中英文粗口 澳門第七間立法會四年任期 由10月開始 合共產生直選和間選26個議員 另外有7個委任議席 英國首相約翰遜將會在星期二下午 公布冬季應對疫情計劃 未排除封城的可能性 由預告成年人接種第三針 勢在必行也已經獲批 促請從來未打針的人去打針 說因為大部分病情嚴重個案 都沒有接種疫苗人士 另外據報導 政府最快在今天宣布12至15歲學童疫苗接種計劃 最新的醫學建議 是所有12至15歲的小孩 都應該去接種一劑Biontech 衛生大臣賈偉德日前表示 預計不會有新一輪封城措施 但表明要排除任何可能是不負責任 他又透露英格蘭地區不引入疫苗護照計劃 因為當地接種率高 透過檢測和追蹤 加上新的治療和研究已經足夠抗疫 至於蘇格蘭決定如期在10月起推出疫苗護照 威爾斯今週就會有最後決定 北愛爾蘭目前沒有類似計劃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3月至5月期間 超過30萬個案被轉交調查人員 相當於三分之一的底英旅客可能違反了檢疫規定 工黨就憂慮政府邊境政策寬鬆 英國星期日有接近3萬人確診 另外再多56人死亡 另外有指入境隔離和檢疫措施可能會有改動 其中綠色和黃色地區組別 或者會在幾星期內被取代 新系統會容許已接種疫苗的人士 前往和英國疫苗接種率相若的國家 至於紅色名單就會保留 政府拒絕回應說 將會在10月1日作出行常檢視 預計下年歐洲旅遊將會復甦 需求增加不過航班減少 通脹加上稅行上升將會推高機票價格 競爭對手術減機隊 令短途機整體供應減少兩成 另外Rionair計劃 下年在紐卡蘇國際機場開新基地 將會創造最少60個職位 轉一下 Comfortware照流持續 Primark說休閒套裝特別受歡迎 受到Pandemic影響即一收到Alert就要自我隔離的措施 Primark在6月和7月的銷售量比預期低 不過盈利仍然比預期好 Primark說政府8月初放寬了自我隔離措施後 業績持續有改善 跌幅由24%收窄到8% 公司預計下半年的銷售額將達到34億英鎊 又說秋冬系列的銷售理想 開殼相關產品的需求強勁 新聞傳送到這裡 拜拜